假如全班都是富二代 爸 今天中一 我上学不会迟到吧 哎呀 没事 再睡一会儿 等一会儿晚上管家 开着我们家的兰博基尼去送你 那就行 打个电话问问小夕 喂 小夕 你去学校了没呀 没呢 怎么了 你也没去呢 我爸说了 等一下让我们家的管家 开兰博基尼送我去上学 兰博基尼 会不会迟到呀 要不你在你家等着我 我开直升机 先你过去 啊 直升机 算了算了算了 不用不用 我恐高 先挂了吧 这儿有直升机呀 真好 我就说吧 我开着直升机烧你一段 不是恐高吗 再说了我也没想到今天堵车呀 还好呀 走了那么一分钟 不然你迟到就惨了 先别说我了 雅南迟到了 哈哈哈 半个 怎么回事雅南又迟到了 老师不好意思 今天没倒没外时差所以迟到了 嗯 倒时差 你家出哪儿了 非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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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那你怎么来的啊 坐火箭呀 你们不坐吗 那玩意儿吧 烫屁股啊 对呀 我来坐了之后肯定会更恐高的 咱们班的学生都那么有钱嘛 坐飞机 坐车 坐火箭 今天中午食堂能吃啥饭呀 我记得好像是土豆炖薯条 素菜呀这个好 我今天在家吃鲍鱼龙虾的我都吃腻了 我家也是天天吃黑松鲁鱼子酱的 我家也是 我从来都没吃过素菜 这次啊我一定要尝一尝 天天当饭的也太烦了 怎么还不开饭 来来来来来来来 老阿姨 你怎么插队呀 你教谁老阿姨呢 我可是你老师 我现在是在食堂 又不是在班机里面 插队就是不行 你们不饿我还饿了 我想赶紧打饭 你要知道先来后到啊 没错 你是老师也不行 我今天我就插队了 你怎么那么不素质 插队还可以走到来 你们怎么说话呢 我哪来打饭呢 就不然你插队 算了算了 我等一下就去找校长 把学校食堂买下来 那学校食堂 你知道学校的一个食堂 需要花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 但是五千万够了 五千万呀 如果说五千万不够的了 再给你加五千万 行 成交 管家 大小姐 你等一下去找校长 给她一个亿 把这个学校食堂给买下来 以后呢 你就在这里看着 不准让这个老阿姨过来 对 特别像这个老阿姨一样 插队的 所有人都免费啊 就她不让她 但我不插队了行吗 晚了 行慢吧 好的 今天呢体育老师生病了 我们上语文课啊 啊 又生病了 这体育老师的身体素质怎么这么差啊 对啊 天天生病 算了算了 管家 你给我把梅西西罗还有詹姆斯 请过来给我当体育老师 行 去办吧 有人 詹姆斯体育课 我占音乐课 你们音乐老师也生病了 七 管家 你给我把邓紫棋还有易洋千禧三小时 还有时代少年团 全给我请过来 给我上音乐课 还有我最喜欢的王一博 还有拉拉 把她紧过来叫我弹钢琴 还有谁啊 还有谁我想一下想一下 想一下 想一下 同学们你们还想请谁啊 嗯